你们都说这个上面湿的是人工费 我真的不相信 因为他们都沉沉沉沉沉的 哪来那么多人工费让你给湿了 今天来到了林仪的上野大街 来吃一个和烙面 这都是现拉的 这个刚才那样就是一份是吧 刚才那样一切就是一份 两碗 两碗 面看起来还不错 老板帮我一来一碗 多少钱一碗 六块钱一碗 六块钱一碗里面有什么东西吗 六块钱加鲁子 行行行 这个上面就是鲁子是吧 多少钱都不 加四根肠 这个加四根肠多少钱 四块 十块钱 哇 阿姨 这个都是怎么加的 怎么算钱的 一块钱一个 一块钱两个的 哪个一块钱两个呀 五块钱一块钱两个 这个一块钱两个 哦 这个一块钱两个 那个花的呢 这个一块钱一个 那烤肠呢 烤肠一块钱一个 可以可以可以 哦 这上面是加的鲁子啊 六块钱 哎 六块钱的那个 好嘞 鲁子在哪里呀 是鲁子 说是浇的鲁子嘛 是什么样的 这儿呢 哇 这么一锅 马上卖完了都 哎 都卖完了 看一下这个鲁子 哦 这鲁子里面是啥 黑木耳 黑木耳还有肉末呀 木耳鸡蛋 什么 木耳什么 木耳鸡蛋 鸡蛋 哦 不是肉啊 不是肉 这就是鸡蛋 哦 木耳还有鸡蛋 行 我看人家加四根烤肠 但是帮我加四根烤肠 哈哈 再咋 对 四个 四个 对 哎呀 漂亮 哎呀妈 显出来的鼻涕都是黑的 但是都是土 其实来大街上 你要是说吃的东西 就是说有多卫生 其实也没有多卫生 但是它们是名厨 至少是东西 是新鲜的 然后食材是比较干净的 只是说有一堆堆土 但是我觉得土 对于海克斯科技来说 是太健康了 有没有发现 我今天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登登 有没有像那个鹿飞 还有一点像忍者神龟的感觉 好特别呀 哈哈哈哈 hello 大家好 我是杉耳牛 今天来到了山东临仪的上野大集 之前来上野大集 我都没发现过 竟然有一家和老面 而且它家和老面 收音特别特别好 刚才跟老板聊了一下 一天 反正几百万是有的 而且那有一个小孩 他一碗和老面里面 加了这个烤肠 竟然加了四根 所以今天我也来感受一下 加四根是什么样子 后面有个小胖子 你在干嘛 你在干嘛 哈哈哈哈 他在偷看我 就是这种先拉出来的 不能说先拉的 先弄出来的 和老面 这烤肠1块钱1根 我这么一大碗 我这么一大碗和老面加四根烤肠 是10块钱 还可以哟 来一口 小时候的味道 立马就出来了 来 小嘴一口 和老面 很筋道 炸了很多的醋 我觉得山东人真的是特别爱吃醋 不管是菜汤 羊肉汤 包括和老面里面 全部都是醋的味道 嗯 好根大葱 要不然我觉得吃起来都没啥味道 这个葱今天真的是巨大 我的天哪 一根一毛钱 你们那儿葱多少钱一颗 先来一口 老门都甩掉了 太难咬了 6块钱一碗 如果没有肉的话 就不算是太便宜 但它分量很大 他们这边 大家吃饭 就大部分 就是套这种袋子比较多一点 就是因为不用刷碗 所以他们都会选择直接套袋 就是更方便 更卫生一些 这个也是真的 为什么有很多人说 我比较爱赶大鸡 我也是去年的时候 就是无意间来赶了一次鸡 想感受一下氛围 但是没想到 赶一次就上瘾了 为什么呢 就你坐在大街上吃饭 没有任何压力 就你想点什么 因为它都很便宜 很实惠 这是第一 还有一种就是 我们在城市待的时间比较长 压力比较大 就来到这边吃饭之后 就有一种随心所欲的感觉 就整个人感觉 特别特别减压 所以如果你们在外地 没有感受过 我也建议你们 就是有时间的时候 可以过来感受一下 这种大鸡的氛围 就特别特别好